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又谈到了习近平访问香港的政治意义 一系列的一些现象 在这半段我们继续在线上有我们的联系嘉宾是吴振龙先生 他也是香港的传媒人 我们继续一起探讨香港回归20周年 给香港人民或者是说未来的香港会带来哪些变化 我们首先谈一下在香港特首 香港特首是林郑月娥 他也在这个回归20周年的这样子的 也当值在这个庆典上 当值庆典上也宣布他当值了 那么他也在这个 作为香港特首来说 他也提到了四个方案 就是要改善和立法会之间的这些关系 包括我们具体先看一下 他说四大措施改善这个行政和立法之间的一些关系 他说第一点是与不同党派建立这个恒常的沟通机制 那么第二个是将施政报告提前到每年的10月立法会复会的第一次会议发表 方便立法会的审计 那么第三个呢是增加特首到立法会接受质询的频率 第四个是要求官员多于议员互动及聆听意见 这也是林郑月娥上任为香港特首之后的一些 首先发表的一些发言 在于你来说你怎样看来他刚当为香港特首的这些发言呢 其实目前他刚刚开始接任特首才几天的时间 可能可以这样说吧 还在一个政治密集里面 然后现在香港主要的市民啊 舆论啊各方面对他还是在一种观察的状态 所以说对他并没有说特别的反感 也没有说特别的赞赏 然后目前还是一种观察的状态 但是昨天第一次去了立法会跟立法会议员去交流 然后宣布了他所谓的那个教育基金 50亿教育基金的新资源的首阶段的运用的情况 那这对香港的教育界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因为毕竟资源多了要解决 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那这一个政策本身是有加分的 所以从目前的阶段来看呢 大家媒体舆论大家对他还是 还是在一个密约期了 我只能继续说 也还是一个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但是呢会不会出现像梁振英那时候那种状况 其实取决于两个重要的观察点 第一个就是10月份 10月份他的那个所谓第一份的施政报告 第一份的施政报告我们要看两个东西 第一他能不能回应现在社会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包括说房屋的问题 包括说这个青年就业啊 青年发展的问题 包括说跟内地关系 比如说一地两检啊 这些还有香港如何去参与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政策啊 等等这方面的政策 他能不能做出一些比较清晰 而且让香港大众可以接受的发展的方向的政策 这个是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个人作风 他的个人作风呢 其实因为毕竟政治也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嘛 所以他的个人作风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 未来他作为一个特首跟各方面的那个关系 特别是立法会议会 特别是公众传媒各方面的关系 他能够怎么样去把握呢 这个也是有待观察的 但是从初步的接触来说 和我的印象来说 凯利他林郑林郑他也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 然后他以前呢 以前的工作的背景 他其实没有很多跟需要政治互动的机会了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一个政务的官员嘛 所以他没有很多需要政治性的那种技巧的场合 然后这方面呢 就要看他的团队新团队里面 有没有人 有没有一个所谓军师的角色 可以给他一些指导 当然另一个前提是说 他对这些的建议 他是不是愿意听进去跟实行 那这一方面初步的观察应该是还是乐观的 因为起码比如说他的Facebook 他在7月1号就职当天 Facebook跟Instagram同时上线 您有空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凯利林郑月娥的那个Facebook 其实他的Facebook跟在竞选期间 Facebook的表现已经是有所不同了 已经是有所不同了 对 有怎样式的变化呢 他的变化主要就是说 其实他现在呢 背后有个小故事 他现在的这个Instagram是 跟Facebook这些社交平台呢 是统一由新闻署的一个很年轻的80后的一个30多岁的政务官 一个新闻主任来负责的 然后呢 他也是完全放开说让他自己去管理 这个跟以前梁静英的做法是有不一样的 以前梁静英的做法 虽然说他有一些新闻官啊 有一些在support他 在支援他 帮他做一些动作 但是内容啊各方面 基本上他全部都要过问了 嗯 那这个Carrie就没有 没有这样 他就完全放开了 反正我行程这样跑 呃 你认为什么应该放到Facebook 什么应该放到Instagram的 你就去做吧 就这样子 是 啊 这个是这个所谓的给下面的空间会相对大一点 而且 而且他跟 呃 他这次在新闻团队里面呢 特别加了一个摄影主任的位置 嗯 这也是以前梁静英没有的 呃 梁静英以前就是随便嘛 在场人谁拍的照片 然后就拿过人 然后就Facebook发一发这样子 嗯 那现在呢呃 Carrie他专门从那个政府的新闻系统里面呢 选拔了一个一个摄影师 就全部全职去跟踪他的这些拍那些snapshot 嗯 就是拍他生活的一些小片端 嗯 呃 包括在公开场合啊 政治场合啊 一些愿意公开的私人场合啊之类类的 嗯 所以他拍的照片会比较有故事性 而不是说像我们随便用手机拍一拍啊这种呃 比较比较普通的照片 嗯 所以这方面的改善也看得出他起码是有有这个意思跟有这个改善的的的动机去跟大众互动跟青年人互动 然后呢他透过这种这种的跟呃跟市民大众跟公众比较的去拉近距离的这种做法呢 应该会让他获得比较好的那种名义吧我觉得 嗯 我刚才听到您的建议我马上就去了Facebook啊 然后加了他赞了他 然后我看了确实他现在好像似乎有一种新的变化 这种新的变化就是特别提倡年轻时代的这种力量 我看到他的Facebook的背面全都是年轻人 呃这种新鲜或者是说特别朝气蓬勃的面孔 那么这这也让人会想到其实林林郑月娥当政他的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年轻人对吗 来自于年轻人包括他们的就业问题 包括他们的买房问题 包括他们对政府不满的问题 包括他们香港与中国关系的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 似乎年轻人这方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年轻人是一个主要的服务对象 这是无可无可无可质疑的 因为在每个地方都一样 我相信在马来西亚也一样 因为年轻人就是将来社会的主要力量嘛 所以每一个的政府应该也是要重点的去考虑怎么样去让这些年轻人可以有所发挥的空间 有所发挥的武裁 然后呢可以将他们的专长跟力量贡献到推动这个当地社会当地国家当地经济体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相信香港也现在也是在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我同意的你您这样说在某程度上也没有错 就是香港年轻人问题肯定是他林郑未来施政的一个重点 很多政策也会围绕着这一方面的工作去做 包括说以前政府的咨询机构里面有一个叫青年事务委员会 对他在这一届新特首上场之后也是有所提升啊 有所提升一个规格 然后也是加强了引入一些青年的声音 然后希望说在决策的时候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整个政策都所谓很用香港的潮流用语说 所谓很离地啊 就是很根本就很不接地气 很跟人民很脱节的那种 我想他是希望说透过这方面去去改善这个形象 是其实刚才您也说林郑月娥市政 他最主要民众需要看他几个点 包括他房屋问题就业问题 然后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然后一带一路这些参与性的问题 政策性问题 那么其实这几个点要说起来 也是年轻人最不满意的几个点 那这几个点解决起来也是非常头疼的 或者是说他的解决办法似乎很难 一次性的能够找到一次性的解决办法 来解决这些问题 你认为呢 我觉得如果容易解决的话 梁振英早就解决掉了 这个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事情 对 而且他这种事情 他成因也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事情在后面 因为你要比如说青年的就业问题 然后现在人的生命越来越长 那就是我们的前辈 像我们行业里面 我们前辈在那个位置上 始作的都不走 那你能怎么办呢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电台里面只有一个台长 那你台长都坐着不走 那你哪里有机会升台长呢 没有机会嘛 对不对 那台长是一个啊 那那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创作更多的机会啊 创作更多的机会 让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舞台去 去去发挥啊 去去去展现自己的才能 而且获得就生活的来源啊 这样子 对 其实嗯 呃 习近平他访问香港 那么 嗯 我相信他也知道 现在目前香港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为什么年轻人有这种反抗的心理 呃 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 然后刚才你也说就业 主要集中在金融业 但金融业 仅仅有那么几个职位 大家都想抢着去做那个职位 但是 就应该周 周少 僧多 这样子的一种现象的出现 嗯 那么 习近平这方面或 北京这方面就没有怎样的一个解决方式 和解决办法来解决 目前香港年轻人所面对这些经济问题吗 呃 其实要解决香港年轻人的问题 我觉得中央政府可以参与的空间真的不大 嗯 呃 作为中央政府 其实内地也也一样面对年轻人的问题啊 嗯 对啊 老人家不退 年轻人上不去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普世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也一样面对同样的问题 那中国作为对香港特区这边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可以做的就是说 创造更多的经济发展的空间 跟呃 呃 创造更多经济发展的空间 然后 呃 但是效果是很差的 效果是很差的 主要是大家都没有搞懂 主要是梁振英他就是 国家说这个很好嘛 然后我就相信很好 然后我就告诉你说 哎这个很好你去吧 那重点对你来说 那请问一带一路在哪里呢 一带一路上面那些国家是什么 哈斯卡斯坦啊 什么中亚啊东欧啊 那些国家名理都不一定讲得出来的国家 然后突然间 什么都不告诉你 然后跟你说 哎那边有机会你去吧 你会不会相信呢 不会啊 嗯 所以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说 创造舞台的时候 你也要让 年轻的一代 真正的了解 那边 真的 有机会 而且 你也要让我们年轻人 不是那边有机会 你去了 你就会发财 你就会 你就会把握到机会 嗯 你还得有相关的能力 比如说 你要去什么 哈斯卡斯坦啊 你最少要 懂那边的语言吧 最少要知道那边的 基本的情况吧 嗯 最少要知道那边有什么行业 是可以发展的吧 那你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你只是 一味的叫 香港年轻人说 哎那边有机会 你去你去你去 这是一种 我觉得 不负责任的说法 对 作为一个香港的特首 这这感觉上来说 对于民众来说 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嗯 对 那么 具体我们刚才也谈到 一带一路 在香港这方面 嗯 有怎样的契机 参与到一带一路当中 或者是 北镇这方面 有怎样的一个 关键的角色定位 给香港吗 在一带一路的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下 我觉得现在 首先要做的 就是 宣传公关的工作 资讯太少了 香港社会大众 对一带一路 所了解的东西太少了 嗯 包括说 一带一路上面 可以做什么呢 嗯 嗯 我们香港的年轻人 又可以做什么呢 香港可以做什么 跟香港年轻人 可以做什么 可能是两个问题 嗯 比如说 香港 之前有一些的说法 比如说 一带一路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 金融的机会 那当然这方面 香港的金融服务 也是国际化的 也是具有相当水平的 如果这些机会的话 当然是香港是可以把握到了 但是香港的金融业 把握到这些机会的话 不代表香港的年轻人 可以把握到这些机会 嗯 对 所以 所以这个是 所以刚才我 我表达了一个就是说 你要让人家知道 这边有机会 你也要让我有这个能力 去把握这些机会 如果我是香港年轻人的话 你要让我去那边 可以掌握到这些机会 所以 这个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教育的问题 你有没有跟上 确实这个香港的定位 也是 其实香港的定位 在一带一路上的定位和角色 其实也决定了 香港人可以在里面 充当怎样的一个角色 嗯 那么 至于一带一路 这样 包括它海上的 包括它陆路上的 它都有两条线 嗯 那么具体刚才您所所说 香港具有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和优点呢 就是这个金融中心啊 金融中心的这个位置 但是毕竟金融中心 它它所能够包容的香港人的 这个职位的数目还是比较少的 参与到的人数也是比较少的 那么至于其他年轻人们 他们怎样在可以在这种机会当中挖掘 找到机会 同时呢 能够适合自己去参与到其中 这是又另外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一方面的话 可能值得特区政府跟中央政府 要再进一步的去 去升歪 嗯 跟组织一下这方面的资讯 然后去告诉青年一代 接下来一带一路对香港 目前可以看得到 可以掌握得到 只有大概三块的 所谓的商机了 跟发展的机会 一个就是金融方面 然后因为你要一带一路 首先你要牵涉到很多基建的问题 基建的问题 一定要牵涉到融资的问题 金融方面的建设 这方面香港是可以掌握到很大的商机的 但是这种商机只集中在一部分人的 所谓专业人才的手上 这是一 第二就是刚才提到那个 一带一路很多是落后 就underdeveloped的国家 然后它发展的时候基建也是很重要的 在基础建设方面 香港也是有它的优势的 比如说工程建筑 还有这些工营事业的营运 这方面也是很有经验的 但是这种也是集中在部分人的手上的 并不代表说全民都可以去发展一带一路 然后大家可以分钱 没有这回事 然后第三个就是法律方面 目前香港在谈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希望 因为香港是一种普通法 跟西方的世界的法律 是相对比较接轨的 国际性也是比较强的 所以是不是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将那个所谓 一带一路上面的仲裁 跟那种诉讼的仲裁的商业 仲裁中心放在香港 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机会 这是一方面 但是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上面 年轻人怎么样去参与 当然如果说有这些专业技能的 所谓高质量的 就是优秀的年轻人的话 其实他们本身就不愁出入的 现在愁出入的是什么 就很普通一般的年轻人 念完一个大学 你说他念什么marketing 什么什么语言系 什么宗教系 就是没有很专长的 你如果说是有所谓 一记之长的医生 或者是律师 他们其实都真的不愁出入的 并没有不存在什么 买不起房子 这种问题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政府的话 我们要考虑 这些很普通的 大多数的年轻人 我们怎样去帮他找到一个 适合他发展的方向 这个应该是社会 或者是两阵营 留给林郑月娥的一个很大的 很困难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年轻人本身就是在 要从他们的个人 无论是教育上面 还是修训上面都要提升 然后他们以后 未来就可以找到 他们更好的出入 其实昨天我也是有看了一些影片 就讲到这个像末代 就是渡港 就是胖定康 对不对 因为我有看了他 他在 在这个 在1997年 就是最后一天 他就打出他的官邸了 那个场面还蛮感动的 他就有 他在之后 致辞之后呢 他有哭了出来 这样子 然后我想问 然后呢 他最近还有说话 他说当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越来越多迹象 就表明北京在收紧 对香港的管控和潜质 有这回事吗 收紧管控指的是哪一方面呢 收紧管控 我觉得你 这个要看你怎么样理解 当然从他英国 从一种西方的角度来说 他会认为这种事 这种事 反正他只要觉得是中共有参与 他都觉得是管控了 这我觉得是不是一个 很客观的一个现状 当然你在一国 两次的这种前提底下 很很直接的参与内部的管控的话 现在还没有说很公开的 很明显化的说 比如说中央任命你 这个这个 什么某个地区的区议员啊 什么的 还没有说很很直接的去 像一国一制底下 我直接任命你湖南的县长 湖南下面某个什么 什么发达村的县长这样子 还没有到这种很直接的 所以当然 在那彭建康有他讲话的立场了 同时又谈到林郑月娥当政之后 未来香港的一个变化 像面临着一些困难和危机 应该怎样去处理 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让我们感受到 未来香港面对的诸多问题 还是比较兼具的 而且处理起来也是比较 比较麻烦的 困难是重重的 那也希望 在此在香港会贵20周年的 这样的一个契机上 能够香港未来会越走越好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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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